好 另外再带你来看看呢 在高雄这边已经十多年没有举办大型升旗典礼的高雄市呢 元旦的时候也要举办万人升旗典礼 就希望大家都能够来参与啊 所以现场呢准备了四百多项的大奖 要让大家来抽 头奖是三台六十寸的电视 另外还有免费送的限量一万两千份的限量版的捷运卡 要让参加的民众免费索取 民国102年即将到来 要怎么一接新的一年才会最有感觉 来到高雄参加元旦升旗典礼 恐怕将会是明年元旦最经济实惠 而且充满惊喜的庆祝方式 由高雄市议会发起的南台湾首次万人升旗典礼 这回可是大手笔 准备了四百多项大奖让民众抽奖 其中还有三台六十寸电视 二十台平板电脑以及五十辆自行车 同时现场还准备了一万两千份 已经处置五十元的限量版捷运卡 让民众免费索取 捷运也将从五点开始开出第一班列车 为参加升旗的民众服务 高雄市已经十几年了 也没有大型的升旗活动了 为了举办升旗典礼 市议会还将文化中心已经拆除了旗杆还原 要让民众有机会一起向国旗还有中华民国说声早安